我們必須認清楚人生的苦迫性 就苦的逼迫性 而且還要知道苦痛的原因 所以才有辦法去找消除痛苦的方法 體驗真理得到解脫 不再受到無限生死的苦迫 說到緣起 並非與世帝各別 其實緣起就是世帝 世帝就是緣起 我們剛才講過 有因有緣是緣起 這個是流轉的 生死流轉 有因有緣是緣起 這是涅槃還面 所以從凡到聖 從凡夫到聖者 從有生死到得解脫 這個就是一種緣起 我們簡單講就是有因有緣 會受苦 有因有緣不受苦 其實是這樣 所以緣起跟世帝並不是不一樣 緣起就是世帝 世帝就是緣起 主要是從苦迫的現實而層層推舊 現實就是現實的生命 現實的人間 現實的痛苦 就是現在存在的 就是現實 現存的事實 這就是現實 現存的事實 如果我們有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會受苦 這個世間有種種的苦 補償的苦 那麼層層推舊 尋出苦痛的根源 一層一層去追究它 找到痛苦的根源是什麼 就好像我們現在科學比較發達了 然後地震知道是板塊運動 不會說是地牛翻身 然後所以要去祭拜天神 或是天神震怒 水災 風災 這個是因為氣候的變遷 種種 我們去找到它的原因 如果你沒有這個瘟疫 知道是病毒 病毒的這個傳播 你如果不知道 你只是拼命的去祭拜瘟神 念經念咒祭拜瘟神 要降伍掉這些瘟神 病毒一直在傳播 也一直不會好 所以你要找到那個苦痛的原因 那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前的人看不到病毒 所以就認為一定有瘟神在作怪 那不知道氣候 地球氣候變遷的原因 就直接覺得是這個海神在作怪 所以就河水泛濫 覺得是海神在作怪 所以就用童男童女 豬牛羊馬 那麼丟到河裡面去餵這個海神 然後希望海神蒸息怒 然後不要再作怪了 希望天神能夠加倍 天神懲罰我們 就不知道這個原因 那認為福報是天神示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要祭天 要拜天 那有災難的時候 要祭天 要拜天 要用牛 要用羊 甚至用童男童女 去祭天 去祭神 以前的人不知道 現在很多宗教 也實際上也不知道 就不知道我們的痛苦 我們的業 我們的煩惱 以前的皇帝不知道 這個國家的災難是從哪裡來 那這些天災人或是從哪裡來 就全部都歸咎到天神 鬼神身上 那我們現在很多佛教徒也這樣 不知道我們的痛苦從哪裡來 全部歸咎到冤親在主 歸咎到 歸咎到佛菩薩身上 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他這裡講 佛陀 我們學佛的原因 並不是要求佛的加倍 求佛的赦罪 不是的 而是要學習佛陀的智慧 認清楚為什麼會有痛苦 而且明白人為什麼會有快樂 快樂從哪裡來 痛苦從哪裡來 你知道快樂怎麼形成的 你才可以源源不斷的有快樂 你知道痛苦怎麼形成的 你才可以防止斷除已經有的 那麼防止即將有的痛苦 斷除現有的痛苦 這個才是主要 學佛最重要是這樣 所以尋出苦痛的根源 發現苦因跟苦果之間 所有相生相隱的必然鬼律 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無名原形 形原是四原名色 名色原六入就是六處 六處原處 處原受受受原 那愛原曲曲原有的原生 生原老變死 這是典型的十二元其中 實在就是苦以己的系列說明 這個在185頁這邊會有詳細說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就不要不說 這裡又有講 185頁之後就會講這個 我們先來看 所以你要把這個苦的這個原因 怎麼樣形成的 你要去了解 了解了之後才能去除掉這個原因嗎 所以緣起是說這一些都是依緣 緣就是條件 各種關係 各種條件 那麼而才能存在的 發生的 起就是生起 依緣而生起 依緣而起的 就是依照各種條件才會發生的 痛苦是依各種條件才發生的 快樂也是依各種條件而發生的 那條件是什麼 那你就要去查明那個條件 牙齒痛 眼睛痛 骨頭痛 這個是不同的原因 那這個人跟人之間的煩惱 痛苦 自己身心之間的痛苦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戰亂 那麼這個都是各種條件而有的 這些苦都有原因 既然是有原因的 就一定能夠消除 就好像彼此之間震恨 那是有誤會 那把這個誤會去除了 就不再震恨了 就算沒有誤會 那是彼此怨恨 把這個怨恨的原因去除了 就不再痛苦了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因為有各種條件 因緣就是各種條件才能存在 就是起 延起 生起 所以叫做一切法都是原生法 因緣而生起 這都延起 所以可從因緣的改變中 既然一切都是各種條件而有的 那麼我們掌握這些條件 改變這些條件 改變它的因 就改變它的果 就好像會起火燃燒 是因為有各種條件 這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 要有溫度 達到一定的溫度 第二個 要有氧氣 要有助氧 要有助燃物 要有可燃物 要有溫度 那麼你去掉其中一個條件 它就不會 火就不會再燒 第一個 沒有可燃物 就是你木頭在燒 你燒完了 不再給它架木頭 它不會一直燒 燒完就沒有了 沒有可燃物了 沒有可燒的東西燒完就沒有了 第二個 沒有助燃物 沒有氧氣 所以你用棉被蓋著 然後它氧氣沒有了 它沒有辦法助燃 雖然有可燃物 但是沒有助燃物 它也不會燒 第三個 沒有溫度 溫度不夠也燒不起來 所以你用水去降溫 它也燒不起來 你知道它燒起來的原因 你去破壞其中一個原因 它就不會再燒 你知道那痛苦的原因 你破壞其他一個原因 破壞它的連結 破壞它的鎖鏈 它就不會再造成這樣一個原因 而且你要找到那個主要的原因 如果你找到的是次要的原因 那麼就好像有一點影響 但影響不大 你要找到次主要的原因 所以可以從因緣的改變中 使它消解而達到解脫 解脫就是沒有痛苦的戲服 叫解脫 一切苦的出餘叫解脫 那當然解脫並不一定是一切苦 別別解脫 波羅提睦它說別別解脫 你不殺生 它也是解脫 你不殺生你就從短命多病中得解脫 你不拖到你就從貧窮悲憲中得解脫 它就是這樣 它就是你找到那個因 比如說 比如說短命多病 那麼短命多病的一個因 那麼有可能是你殺生 傷生害命 我們叫殺生 傷生害命 傷害眾生 然後害眾生的命 那麼傷害你就容易多病 傷生就容易多病 害命就短命 那你持不殺生戒 你不傷生害命 你就從這個痛苦 因為這個是因嘛 這個是果 那貧窮卑賤 貧窮是沒有錢 卑賤是沒有事 所以被人家看不起 下同種性的 既窮有些是高貴種性的 人家尊敬他 但是他沒有錢 也有這樣的 家道中落 貧窮或卑賤 不貧窮不卑賤就既富且貴 又富又貴 有的富而不貴 有的貴而不富 有的既富且貴 都不一樣 那就是什麼 那麼偷盜 就是偷盜 有偷盜業裡面 你就容易貧窮卑 那麼殺生裡面 你就容易短命多病 這個我們叫殺生 所以你沒有這個因 你就沒有這個果 那你持戒 持不殺生戒 你就從短命多病中得解脫 就別別解脫 你持一條戒 你就從一個苦果裡面 你不受苦的欺負 不受這一些的欺負 這個都是 這個是苦 欺負 當然這是從煩惱來的 承認心 貪心 有貪生吃來的 不被他欺負 不被這個欺負 就是要解脫 其實是這樣的 不被這個煩惱 不被這個苦 不被這個業所欺負 所捆綁 那你就從中得解脫 那當然解脫是一切苦的欺負 一切業的欺負 一切煩惱的欺負 都沒有 但是也可以單單從某一點來講 所以說別別解脫 也有這樣子 好 所以從因緣的改變中 使它消除而達到解脫 這個就是滅 這惡地 這滅就是滅到惡地 這個就是滅到惡地 那道就是方法 就是改變的方法 你要用什麼方法去改變它 所以在夏文的說明中 以四地為剛 而同時說明了緣起老人 所以緣起跟四地不是不一樣的 緣起就是四地 緣起就是中道 緣起四地中道 就是在講無我 如果你了解緣起 了解四地 了解中道 而不知道無我 那個也不對 因為不管是講緣起 講中道 講無我 都是要讓你從生死中得解脫 你如果沒有正得無我 你就不能從生死中得解脫 那這個無我 主要就是沒有無名跟貪愛 沒有執著這個我 執著這個我就會有貪愛 愛什麼 愛這個身心 愛這個五欲 我我所 其實是這樣 那並不是說我們不愛自己的身體 不是這樣 你要保護 珍惜自己的身體 因為你修道要靠它 而是你不迷戀 不執著 不因它而造惡劣 其實是這樣 一般以為 這裡在講 比較稍微小複雜一點 就是四地緣起是小聖法 他說不知道大政的聖聖諸佛法 也都是由氏而顯示出來的 一般我們講 聲文正四地緣起 其實大聖也是四地緣起 這個所證的四地緣起是一樣的 不過這裡再稍微偏重的意義講 就偏重的意義講 小聖法著重於苦以己的說明 怎麼斷煩惱 怎麼斷煩惱 怎麼離這個業 大聖著重於滅與盪 特別是滅的說明 所以大聖的中關於於且惡中 就為師跟中關 中關者對於空性 與且者對於緣起 都不成而離開四地緣起一步 都是依著四地緣起來講中關跟維世的 中關主要講信空緣起 著重在裡面 我也是講阿拉雅緣起 著重在這個 比較著重在這個業的這一部分 阿拉雅緣 就是雜欄 好 他說小聖 小聖 他說經上說得好 聖曼經 小聖是有量的四地 有作的四地 大聖是無量的四地 無作的四地 那麼這個是說什麼 聖曼經裡面在講到 所謂的四地 苦極滅到 因為聖文正了四地之後 我身已盡 我身已盡 手作已辦 犯身已盡 不受厚勇 他認為這樣就是無語涅槃 錄了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就是 有魚是魚有這個身體 還有生苦 叫做有魚 無魚是連這個身體的苦都沒有 叫無魚 但是大聖佛法認為 小聖正的阿拉雅緣起 就算你錄了無魚涅槃 還不是真無魚 他還是有魚 魚有什麼 魚有習氣 甚至他所謂的生死已盡 是指分斷生死而言 變異生死還沒有 那煩惱已斷 這個煩惱 犯身已盡 就是把煩惱都斷盡了 清盡了 其實還不清盡 因為還有習氣 這個叫不然物無明 習氣還沒斷 所作以斑 應該學得都修完了 還沒有 還沒有像佛那樣的智慧跟慈悲 還不圓滿 還不究竟 還要再修 所以這個叫做有助 有量 他斷的煩惱 只是少數的煩惱 少分的煩惱 所得的智慧 只是少分的智慧 所以有量 他是這樣子的 有量就是有做 有量 做就是修行 還要再修行 他是說這樣 二聖的 二聖就是松文元卷 他所得的四弟 四弟是知苦斷絕 正面修道 苦喜滅道 他是這樣 苦 喜 四弟 二聖的四弟 應該是這樣 六聖的四弟 苦喜滅道 他知苦 此事苦我以知 知苦斷絕 把煩惱斷掉了 煩惱就是正面修道 對大聖來講 他是有量的 知苦 知少分苦而已 他只知少分苦 他只知道 分斷生死苦 不知道 便意生死苦 他不知道 斷極 斷少分極 因為他都只得少分 他這個極就是煩惱 他還有微信的煩惱那一段 就是喜氣 不然悟無明 還有少分的己滅端 他只斷少分 正面 正的涅槃 還不是真的無以涅槃 正少分滅 他並不是真正的無以涅槃 修少分道 所以叫做有量 知苦斷絕 正面修道 他都是少分而已 所以把這個叫做有量的四滴 有量 或是坐 坐四滴或有坐 坐就是 有坐就是還要再修啦 有量 有坐有坐無坐 他這裡是寫有量有坐 正半經是寫坐四滴 我們就照這個好了 有量有坐 有量就是有坐 有量就是 他是有限的 有限的而已 他還不是像佛這樣 無量的 有坐就是還要再修的 並不是說不用修啦 因為生文 有所謂的解脫 解脫有解脫之見 自知自見 已經得解脫 我神已盡 犯恨你利 所作以半 所作以半 不用再修啦 不受候有 但是 意思就是他所作未半 他還要再修的啦 有坐 所以叫做有坐有量 那只有佛 菩薩也還沒有 只有佛才是真正的無量四滴 無坐四滴 就是他還沒有舊性 他還不是真正的無餘 他還有餘啦 其實是這樣 所以對大聖來講 阿羅漢的涅槃 還是有餘涅槃 當然從生文法裡面來講 還有這個身體叫有餘 沒有的這個身體就是無餘 但是從大聖來講 不管你有這個身體 沒有這個身體 你都是有餘涅槃 你要乘著佛 你才是無餘 是這樣 那這個有餘就是有量有坐 無餘就是無量無坐 就是從大聖的 大聖的無餘 就是佛的大波內盤來說 所以大聖是無量的四滴 無坐的四滴 坐就是照坐 就是還要再修行 那一般來講 正阿羅漢就不用再修啦 出國 二國 三國 還有煩惱未斷 所以還要再修 還要斷煩惱 但是正阿羅漢就不用啦 那但是從佛法 從大聖法來講 你要成了佛 你才真的無量 才真的所作與伴 所以他這裡講 大聖是無量的四滴 無坐四滴 無量就是無坐 無坐是強調他不用再修行 不用再加工用行 有量是有限的 無量是無限的 又說 這是涅槃經說 下至觀元起 得身文普遍 上上至觀元起 得佛普遍 那這個是這樣的 它是涅槃經裡面 這個是聖曼經的 聖曼經 這個涅槃經裡面說 他分 第一個 這是聖曼經的 聖曼經有所謂的有量有坐 聖曼經 這涅槃經 聖曼經 他分作四種人 下至 中至 上至 上至 上上至 有分作幾種 那至都是聖者 有智慧的都是聖者 就是 他說下至觀者 他是這樣的 下至觀 這樣的觀察 也就很智慧 下至觀者 不見佛心 涅槃經 你見佛心 為得 得這個 那佛心就是什麼 佛心就是無我 但是他這裡主要講的是另外一個 他見佛心 是成佛的 不見佛心 因為盤經是正常唯心論的 以不見顧得身穩道 不見佛心 以不見顧 得身穩道 就正得身穩 這是涅槃經的說法 所以身穩是果 中至 中至 不見佛心 中至觀者 一樣 不見佛心 一樣 跟這個一樣 下至中至 那是分 都是不見佛心 得身穩道 但是他比他好一點 那得元絕道 以不見佛心 故 那麼得元絕 這個是二秤 這是二秤 二秤 因為不見佛心 所以得分下至跟中至 得身穩跟元絕 得身穩跟元絕 正阿羅漢跟正元絕 不一樣 那上至的就是菩薩 上至的是菩薩 上至觀者 見不了了 有見 已經得見佛心了 雖然見佛心 但見不了了 沒有很清楚 以不了了故 見不了了 所以正什麼 正菩薩 十住地 住十住地 就十地 十住地就十地 十地菩薩 出地二地三地到十地 那上上至就是佛 見了了故 得無上菩提 所以他把它分 身穩跟元絕 不見佛心 菩薩出地到十地 見不了了 佛見了了 對佛心非常的明了 清楚 那這樣來分 所以他在這裡講 那麼他這裡的佛心就是什麼 就是元祈 這裡的佛心是元祈 所以他導師說 下至觀元祈 得身穩補提 上至觀元祈 得佛補提 他是講佛性 但是佛性就是元祈 這個好像華爾軍講 佛性從元祈 佛種從元祈 上上至觀元祈 得佛補提 中至就得元絕補提 佛法不出 四地與元祈 法門 只是正物的偏遠 教授的淺深而已 深淺而已 接下來講 苦疾與滅道 四位四聖地 苦疾滅道 或是講苦疾到滅 四地就是苦疾與滅道 苦疾是流轉的 滅道是黃滅的 就是從反到聖 從生死到解脫 這四者經中稱為四聖地 人人都有苦惱 人人都有煩惱 就都有痛苦 痛苦都是因為煩惱 因為煩惱而痛苦 也因為痛苦而煩惱 這個是戶為因果 為什麼偏說四聖地呢 從事實來講 苦是人生世間的苦過現實 就現存的事實 叫做現實 極是煩惱與從煩惱而來的業力 基本上就是煩惱跟業 因為 所以我們常常講 墨業苦 墨業苦 墨就是煩惱 因為起煩惱造業 煩惱當下就是苦 因為煩惱去造業受果報也痛苦 其實是這樣 所以 極是煩惱 跟從煩惱而來的業力 依煩惱而造業 那麼這個就是極 這是苦因 滅是滅除煩惱 不再生起苦過 所以這個滅不是一次的 而是永遠的 就好像你肚子餓 你吃飽了 是沒有苦沒有錯 可是您的優惱 你這個苦 只是短暫的滅 它現在不是它要究竟的滅 究竟的滅就是什麼 不會再有 這一次 這一次晚的時候就不會再有 就是永遠滅出來 所以這個是滅 不再生起苦過 這是戒定慧 道是戒定慧 是對峙煩惱 通達涅槃的修法 一般講 可以講 就是三學八正道 所以這個 出離心是修三學八正道 這個道就是方法 可以講三學 可以講八正道 一般講八正道 苦吉滅道的道就是八正道 就是中道 八正道就是中道 中就是正確的 中就是正確 中正如此之道 就是八正道 那一方面也就是非常非斷 那一般來講八正道 三學就是八正道 那一般道是指八正道 但是道是這裡指戒定慧 三學 那氣勢一樣的 政見 政思維 正因 正面 正經心 正念 正正定 正經心 正經心 正念正定 正念正定 這個是定 这个是戒 这个是口业 这个是深业 这个是生活 这个是会 这个是骗戒定会 这个是骗戒定会 所以这个是山学 山无肉学 或是山真上学 阿安静叫做山真上学 阿安静叫山真上学 明眼睛叫山无肉学 山真上学 叫做真上戒学 真上心学 真上戒 真上心 心就是定 真上会 就是山真上学 就是山学 人员这一般 好像叫做山无肉学 也叫山学 那山无肉学就是 这三者戒定会能够到达无肉 能够正得无肉 所以叫做山无肉学 戒定会 依戒定会 而正得无肉 依戒 依定 依会 他基本上讲 他基本上讲 色心为戒 依定发挥 依灰正无肉 应该是怎样 色心为戒 依戒生定 一定发挥 依 focal 依会得解脱 所以叫做三乳肉型 它是这样的一种不同 所以导师这里讲 他说道是戒定位 是对峙烦恼通打念环的修法 一般都是说八正道 但是也可以说三学 但这一些唯有圣者 才能从事实中体验出来 也可以说只有体验这一些苦极灭道 你才是圣者 你必须证得这个 了解掉这个 那么你才有可能得解这个 确实的证券它 就是了解体悟 所以涅槃经说凡夫有苦而无地 胜者有苦有苦地 其实就是凡夫只知道苦 不知道苦的原因 也不知道怎么消除这个苦 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受苦 不知道 就我们一样 我们只知道苦 可是我们苦的时候 从你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有苦 谁不知道有苦 不是痛也知道有苦 可是从你怎么解决这个苦 就知道你知不知道苦地 为什么 一旦痛苦 你就是求关于补杀灭你的苦 你这个就表示你是反复 不知道苦的原因在哪里 不知道事地 不知道苦地 苦 什么是苦 什么是几 苦的原因在哪里 怎么样原因造成你这个苦 怎么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你这个苦 而且可以永远消除 让它不再起 你不知道 所以叫做凡夫知道有苦 但不知道苦地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不知道怎么可以消除这个苦 不知道苦从哪里来 又如遗教经说 导师有讲过 什么叫做不知道苦地 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苦 它是无常的 因为苦有形象 叫做无常苦空无我 苦苦也是无常 也是无我的 就是这个五因身心 五因身心就是苦 世间是苦 世间是无常的 五因是苦 五因是无常的 无常是无我的 这个你不了解 所以你只知道苦 你要知道苦的原因从哪里来 从这个五因身心来 有五因身心就有苦 那五因身心从哪里来 从夜来 夜从哪里来 就从我见我爱来 无明太太来来 所以他才会说 这个你不知道无常苦空无我 你不知道无我 那么所以只知道有苦 不知道有苦地 那胜者知道有苦有苦地 你必须要体会到 这个无常苦空无我 要不然你才是真正灭苦 不然你只会 以少苦取代大苦 小苦取代大苦 那胜者是除这个苦因 然后去除掉这个苦 就近离苦 所以这个叫做 凡夫知道有苦 不知道有苦地 胜者知道有苦 知道有苦地 就是凡夫以小苦 或是少苦取代大苦 凡夫以少苦取代大苦 就是 他举个例子 大制作人也有举这个例子 大制作人说 比如说这个身体苦 这个比如说你要被判死刑 要被狗网判死刑 他现在不判你死刑 打你三十大板 那你就会很欢喜 为什么 我不用死 我受一点苦 不用死 所以被打的时候 你不以为苦 还是苦 但是你心里面比较不以为苦 因为可以免死 那又说你做了很久 做了很久 屁股酸 现在站起来 不酸 不以为苦 可是你站起来 还是会酸 那就这样 就是用取代的 可是用一个苦 取代另外一个苦 用小的苦 取代大的苦 可是还是苦 但是你不以为苦 所以你没有了解到 这个苦的原因 那胜者不是 胜者了解到苦地 苦从哪里 去除掉这个苦因 就没有这个苦过 所以这个叫做 胜者知道有苦有苦地 凡夫知道有苦 不知道而无苦地 而无地 没有真实的去理解 好 那又如一教经说 佛说苦地真实是苦 不可令认 其真是因 更如意因 若苦若灭者 其是因灭 因灭故果灭 灭苦之道 实是真当 更如一当 福佑灭凡之前 讲了这个四地 这个其实就是 他说 所以要灭这个苦因 才是灭苦 所以学佛 其实就是灭苦因 找到那个苦 佛法就告诉你 苦从哪里 像地上经也是这样 地上经跟你讲 那么你遇见 短命多病的 你要跟他讲 你要跟他讲杀生 有短命多病报 你要遇见那个血隐的 你就要跟他讲鸳鸯歌雀报 你要跟他 你要遇见那个脱盗的 你就要跟他讲 贫穷的悲见报 你要先跟他讲 不要照这个因 照了这个因 你就会有这个苦果 就好像你看着那个赌博的 你就跟他讲 赌博的 吸毒的 这一些都会请在他当场 就会欺负直战 那你就跟他讲 他不会照做就没有这个苦 那你去照做 你求神拜佛 只要请假淡产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一样 你要了解道理 了解因果道理 无事因如事果 因灭故果灭 那你如果没有 你只是用灭苦 求地上菩萨灭你的业 灭定业真元 灭了几十万遍 我告诉你没办法灭 因为因没有灭 果怎么会灭呢 你的烦恼没有灭 你的恶业怎么会灭呢 靠你认地上菩萨 他就灭了 就灭你的业 就不让你剁三二道 靠你灭定个真元 你的恶业就自然消减了 不可能 你必须灭那个因 地上菩萨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可是我们就偏向 只要听到地上菩萨的名号 就不剁三二道 哪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你听地上菩萨的名号意思是说 你听了地上菩萨的名号 你一定是了解地上菩萨的法 地上菩萨的法就是什么 就是四地法 就是因果法 如是因如是果的方法 你必须要消除那个因 所以你才不会成就那个果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你如果没有了解 你只听过地上菩萨的名号 你就能不剁三二道 没有那么好 地上菩萨还是菩萨 提伯达都即使跟着释迦佛出家 他是佛 他都不能不剁三二道 如果他没有去除掉三二道的业 没有去除掉三二道的烦恼 他还是会剁三二道 不要说他听闻这个佛的名字 就算他跟佛出家也一样 就算他是佛的亲人也一样 只要他造三二道的业 他就会剁三二道 那文明 文明就是到 比如说我们听见有四交佛 我们就去亲近佛 亲近佛之后听佛说法 听佛说法之后 依佛法修行 是这样子的 文明之后 文明不剁三二道 是文明之后 听了名字之后 生起羡慕 信佛 学佛 修学佛法 这样才不做三二道的 你中间都把它省略掉 不可以省略的 那文明只是最初而言 告诉你从文明为因 就像你发菩提心为因 然后修行菩萨道 然后成佛一样 不是你发菩提心之后就可以成果了 不是的 所以文明之后 不剁三二道 是这样的说法 我们要知道 那其他的也都一样 听光源菩萨的名字 武术菩萨的名字 阿弥陀佛的名字 能够消业障 都是一样的 都是你了解那个法 了解佛跟你说的法 那都是因果法 都是缘起法 都是试地法 有因有言世间谨 为什么会受苦 为什么会剁三二道 有因有言世间谨 为什么不受苦 为什么不剁三二道 所以地藏经也是这么讲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都只是念地藏经 然后就希望地藏菩萨 消除我父母的罪 消除我的罪 不是这样子的 有那个因就有那个果 没有那个因就没有那个果 所以因灭故果灭 苦若灭者 假设能够灭苦 那一定是他的苦因灭 因灭果就灭 苦因灭苦果就灭 所以灭苦之道 十四正道 你要找到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到 我们就说戒定慧了 八正道 没有其他的 十方薄邪犯 一路灭盘门 就是戒定慧 就是八正道 人生世间的苦恼性 烦恼的召集性 烦恼 召集 召感 积极 聚集 灭盘的灭离性 灭离借骨 离这个烦恼 戒定慧的对峙性 就发生到 对峙这些烦恼 勤修戒定慧 洗灭贪生之 烦恼的总结 烦恼的总说 叫做贪嗔痴 对峙烦恼的总说 叫做戒定慧 所以我们说修行 出家修行 要解脱 他就是 全修戒定慧 其灭贪嗔痴 然后得解脱 就得灭败 然后远离一切苦 生死之苦 解脱就没有生死之苦 所以这个就是苦其灭道 都有勤修戒定慧 洗灭贪生之 你要洗灭贪生之 你必须勤修戒定慧 勤修戒定慧 才能洗灭贪生之 贪生之一旦断了 苦因就断 苦因断 苦果就断 苦因苦果没有 就是解脱 就是灭盘 所以苦 苦灭掉了 叫做灭苦 苦灭就是灭盘 灭苦之道 就是霸真道 就是戒定慧 其实就是这样的说法 能通涅槃性 所以能够得到涅槃 得到解脱 这个是确实的 必然的 绝对的 唯有圣者 才能深切的体悟到 决定无语 所以叫做四圣地 那地就是真实 不虚的 不天堕 决定的 只有四种 这四种苦疾灭到 只有圣者 才能体悟 所以叫做四圣地 真实的 也是四种真实可以解脱的 所以我们叫四圣地 那后面 再就讲到这个苦 苦即灭到 那讲到这个苦 那这苦一般来讲 我们有所谓的三苦 苦苦 坏苦 行苦 那就这个世间来讲 我们御界里面 有苦苦 有坏 有行苦 色界 没有苦苦 只有坏苦 行苦 无色界只有行苦 三界都有苦 那从这个御界里面来讲 我们这个苦里面 还有从生到死 因为有生 如果就有生死 从生到死 有八苦 不是 从生到死 有这个七苦 那一般是这样 我们先大概讲 后面就讲到这个 一般来讲 就是五蕴赤胜 这个是总说 总说 五蕴赤胜就是 五蕴像火 一样的生 底下 我们从生到死 生就是有这个五蕴 这个是总说 我们说八苦 其实是七苦 这是总说 五蕴赤胜苦 就是那从生到死 从生到死 有老 病 然后死 验证会爱别理求不得 如果是南传的 他就讲 他讲十一种苦 南传的他基本上 长二蕴里面 他讲十一种苦 南传的长部 南传的他讲 五 五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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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苦 五蕴当下 这五蕴当下就是苦 五蕴身心本身就是苦 五蕴身心底下 南传的是这样 一样 我们写在这里 比较好 南传的是五蕴苦 但是他底下不一样 五蕴即苦 五蕴赤胜苦 他有死蕴苦 生老病 他这个生老病底下 还有 就是生老病底下 他这里 有多一个什么 愁 心理上的 愁七 愁悲苦悠闹 愁悲苦悠闹 愁悲苦 这个苦就是病 这个苦就是病 苦悠闹 就是愁悲悠闹 他又写这个 有时候讲悠悲苦闹 愁悲悠闹 多了四个 那这里有七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病就是苦 那他不断用苦 所以生老愁悲苦悠闹 因为这位爱别你 求不得死 这类似像这样 就十一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种苦 那这南传传部有十一种苦 那是我们的长阿韩 有十一苦 那我们有七苦 就是北传的基本上讲七苦 北传的七苦 那有时候把这个加进去 叫做八苦 那其实是七苦 那其实都是从五嶺赤胜 他从五嶺赤胜底下有十一苦 那从这个 这个五嶺赤胜底下有七苦 就多了这个 酬悲悠闹 那这个是在讲苦 我们先大概知道 后面都是在说的这个苦 那我们这边是从七苦 从七苦来说 那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说 好 那因为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次再从这个 这个苦走求不得 到底什么是苦 有哪些苦 好 再来说 大家合掌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